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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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晨 欢迎收听星期四早上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今早还是几凉下架 先提醒大家 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货装危险警告都还在生效 如果看回各区的气温分布就可以看到 市区基本上是12度左右 如果你是住在新界的话 应该会感觉到特别冷 因为大部分地区都是10度或以下 新界为何比市区特别冷 如果看回今早的情况 其实华南与岸地区的云量也是偏少的 这也有利一些空旷地方有辐射冷却的现象 我们可以先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预测是天晴和非常干燥 早上天气寒冷 而日间的最高气温大概是18度 风的方面就是吹和辉至清静的北风 稍后就会转出东风 而离岸的间中就会吹天晴风 明天就是冬至冷 天气方面 我们预测随着中国内陆的工压中心向东移 我们就会逐渐转出一些偏东风 可以看到沿岸地区的气温都会回升 所以如果看回展望方面 明天虽然就是冬至 但我们预测尤其是朝早的气温就会回升 而接着那几天的圣诞节假期 可以看到都会大致天晴 但大家要留意 朝早天气仍然比较清凉 似乎接着的圣诞节假期天气都不错 大家可以仔细地安排下一些活动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下次见